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维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根据新闻周刊最新民意调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目前仍然领先川普总统9个百分点 民主党大会今天在威士康星州明瓦居士正式揭幕 来自全国数千上万的代表将首次以视讯方式进行 新冠疫情影响和改变的全国选民之政治和生活方式 更为此次大选带来不可预测的变数 今后随时白宫主人将是关键性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福利、移民、税收及外交政策 四大主题 如久以来美国因为财政斥资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制预算 如果不立即改善可能会在15年内破产 换言之我们在65岁之后将无法领取退休金 移民政策也将面临严峻之考验 由于共和党政府在反移民及留住人才方面和民主党主张不同 如果川普继续执政对移民配额及留学生毕业后 之留美就业将会大量缩减 不过民主党执政肯定会对高收入者扣更多的所得税 才能救济更多弱势及医疗公保制度之延续 在外交政策方面 川普主张之美国优先政策 导致美国会退出更多的国际组织 而拜登将继续维持推动全球化的政策 是两党最大之区别 我们还是要特别呼吁民主党应该坚持美国领导世界之决心 全世界面临疫情肆虐政局不安 我们岂能独善其身 世界上的许多弱势群体还是要美国伸出援手拯救他们